在過去十年中,西雅圖的人口不斷增長。 當更多人遷入西雅圖並登記在西雅圖公立學校讀書, 一些在西雅圖市北邊的高中, 學生人數已經超過學校當初所設計的容量, 導致我們無法提供學生最理想的教育環境。 為了幫助舒緩過度擠涌的情況, 在2019年秋季,我們將重新開啟Lincoln高中, 可以容納1600位學生, 該校有優資班服務和商與融入課程。 在Ingram高中,將增設更多空間來容納500位以上的學生。 因為我們增加高中人數, 我們已經核准了Lincoln高中新的學校範圍, 來降低鄰近高中過度擠用的情況。 同時,我們已經核准Ballet Roosevelt和Ingram高中範圍的更改, 來平衡學生人數和減低過度擠用的情況。 這些更改將從2019至2020學年開始, 並且會影響一些高中學生的學位分派。 升讀九年級的學生將會根據新的學校範圍分配至直屬學校就讀。 升讀十年級的學生, 而住在新的Lincoln學區範圍內, 將會分派至Lincoln高中並且需要轉校。 升讀十一和十二年級的學生將不會受新條例、新規定限制, 因此將不需要轉學。 有資格就讀優資班服務或相與融入課程的學生, 他們的學校分派將會受到不同影響。 請瀏覽以下網頁來博更多信息。 別離開時間。 Gろ仔盤曲內容 1度1.0817 2.addin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